你 估计是有点晚了 不过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什么意思 你昨天手机关机 人家方警官把电话打得客室来了 说到明天 不 应该是今天了 人家有任务 让你在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 他什么时候打着电话 一点多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不是 大哥 我昨天上手术都现在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 我借完电话就接了个手术 你 你 你这样 你告诉他没事 好 我 我跟他说 早上好 黄自立呢 黄自立有急事先走了 走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这不让我跟你说一声吗 你 没事 没事 这 哈哈哈 既婶 他早上要跟我做好吃的 为什么他就不见了 方言呢 别提了 方警官昨天等着你一晚上 打电话又不通 没办法 刚六点就把我给叫过来了 说是 有紧急任务 交代完这里的事刚走 刚走 嗯 走了啊 不哭了 不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昨天手机没电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 就在椅脏睡着了 这一醒来都七点了 那个 张剑也是才告诉我 说你找我 我就赶紧回来了 对不起啊 让你等了我一晚上 抱歉 抱歉 没事儿 你照看病人重要 你在哪儿啊 我听张剑说你 是 要去多久啊 不决定 你现在在哪儿啊 要不我去送你啊 不用了 你自己还有那么多事要做 就别操我心了 好 没事儿 家里也挺好 你不是一夜没睡觉吗 赶快就睡会儿吧 我没事儿 黄自立 现在两边的事都需要你管 我也帮不上忙 后面就靠你自己了 刘曼玉那儿没什么 对了 那个 你也出差 照顾好自己 做什么事都小心点 黄警官 还有什么指示啊 我觉得现在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不如你和刘曼玉复合吧 我跟她复合 我觉得啊 刘曼玉心里挺依赖你的 你对她也还有感情 不是 不是 方言 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你真想让我帮你撒一辈子呀 不是 方言 你真想让我帮你撒一辈子呀 不是 方言 我跟刘曼玉的关系 你真的误会了 黄自立 我从旁观者看得挺清楚的 你们俩缘分没断 而且也不方便你自己吧 为了两边的夹着 都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嗯 是真心话 行了 我快到地方了 我没时间跟你说了 啊 黄自立 嗯 还有 照顾好顾问我和老爷子啊 哎 方言 我 哎 你干什么 你干吗去啊 问我啊 方言 你去哪儿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阿姨要去出差 我会想你 我也会想你呢 你啊 就好好听黄叔叔的话啊 啊 阿姨会尽快回来看你 哦 行了 阿姨不跟你说了啊 听话 嗯 小夕啊 又一页手术啊 哦 哦 什么病啊 那个病态豆芳节综合症 怎么处理的 都是按您笔记上记录的处理的 哦 我以为我那些笔记本 亮那儿没用呢 哦 晚上我没事都会看的 有空我考考你 木木 跟老爷下棋去 走 好嘞 哎 来啊 下棋去 嗯 好 请 进 院长 什么事 这是我们科室 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汇总 请您过目 关于科医的设想和展望 这里面呢 有我对我们医院 下一年的发展设想 以及在业务板块的 一些个人思考 希望我的微博之力 可以帮到我们医院 也可以帮到您